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美食频道 其实比起凉爽的冷饮,我更喜欢热热的粥 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我的胃似乎都更喜欢温暖的东西 这碗红豆年糕汤在我心里可以说是和美龄粥并驾齐驱的 而且关于红豆年糕汤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一会儿边做边跟你们讲吧 首先准备红豆和两小勺糯米 加一点糯米呢是为了让红豆汤更粘稠一些 而且煮熟之后完全看不出来 把它们洗干净之后加入没过红豆大概一个半指节的清水 就是比平时煮米饭要多一些 放入电饭包里 用糙米或者是杂粮模式煮它 总之是选择时间最长的那个模式就好 煮好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豆子还是整粒整粒的 但不用担心其实它已经软了 找一个木勺把红豆压成泥 这个过程一定要耐心 而且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烫的 红豆差不多压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把红豆泥放到锅里 再倒入一些水 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浓稠程度加入适量的水 第一次做红豆年糕汤呢 是在吉州岛 当时我们在民宿熬了一大锅的红豆年糕汤 也送给了房东一碗 他当时特别惊讶 因为在他看来 这是日本和韩国的传统食物 而且韩国人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会做红豆年糕汤 之后房东又送给了我们一大碗西瓜作为感谢 要知道在韩国和日本 西瓜是特别奢侈的水果 一个正常大小的西瓜 我在超市看到就要卖到80到90人民币 锅开之后就转小火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可以准备一些年糕 年糕是我从网上买的那种日式的年糕 每块独立包装也很方便 不用担心一次吃不完 把它们对半切开之后放到无油的平底锅上 用小火烤一烤 因为它比较厚 所以尽量每一面都要烤的 之后再把它们倒入红豆汤里 烤过的年糕呢 会在外面形成一层壳 煮过之后也不容易化开 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放一点红糖 之后就可以开吃了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食物 吃完之后会让人身体觉得暖暖的 虽然感觉现在说它有一点早 那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